23吨重两栖突击车上岸 南韩西首美国五年来最大规模联合登陆双龙演习 CNN记者第一现场独家执集 演习地点在浦向不止地面站立 海空也全面动起来 攻击直升机F35逆送战机 运输机也在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待命升空 这次演习出动超过1.3万人 包括30艘舰艇70架阿帕系攻击直升机 以及50多辆登陆突击装甲车 海派系列的决定中的决定 决定中的决定中的决定 决定中的决定中的决定 尽管美韩宣称联合军演以防御为主要目的 但北韩西的跳脚 官媒转文通피 美地主义的狂热行径是自主滅亡 北韩甚至在社群频道放话 不会原谅仇敌 说美国越是动用武力 只会让北韩的攻势和力量越来越增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